延安 这个曾经毫不起眼的陕北小城 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 占据了永恒的地位 金天生 这就是西北旅社了 住的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跟我来 这里的条件有限 你们就迁救一下吧 这瓶子里的水啊都是烧开过的 可以放心地饮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的住宿条件算我们这最好的了 有些中央首长住的还不如这儿呢 我住哪儿啊 我怎么能跟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吧 你住隔壁 我现在带你过去 韩小姐 这门没有锁 在延安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用不着锁门 那些二溜子 败家子早跑到国统区去了 我们这里不自掌他们的恶习性 走吧 这位同志 共党真穷 连个窃听器都装不起 那是人家不想装 再穷连这点家当都办不起呀 共党在锐金时期 他们的无线电真听 就比腿跑得快 一九三零年有了一台 英国制造的军用电台 锐金时期成立了电训处 毛泽东称他们为千里眼顺风儿 是 要是没有他们呀 红军想逃过几次围剿 一路突破国军的围追堵截 从江西溃逃到陕北 想都别想 知道这家细微旅社吗 住在这儿的人 脑袋后个得长眼睛 这里端茶倒水的 都有可能 是中共的特工 延安城里边还有便衣队 出没在各个角落 记住 每次回来 都要仔细检查 对手 往往是在你麻痹大衣的时候 痛下杀手 吓仗 来嘞 来嘞 库才来嘞 肉筹 这个呀叫三不粘 是当地的风味小吃 你们在山城是吃不到的 老李同志 给客人们介绍一下 好 这三不粘呀 就是阿门这儿的地方风味 就是酱面 猪油 鸡蛋 白糖 打在一块 吃的时候既不粘腕 也不粘筷子 还不粘牙 为你胎 来来来 尝一尝 我也是沾你们的瓜 这道菜呀平时是吃不到的 只有同志们结婚 才能跟着下馆子吃一回 味道怎么样 好吃 真的不粘牙 弄着干什么 动筷子 这个可比大鱼大肉实在 人家共产党 就是凭借着小敏加步枪 打败的日本鬼子 说得好 来 谢谢 来 吃饭就吃饭 你总看我干吗 你爱吃豆腐是吧 一大碗全吃掉 我是爱吃豆腐 但我也不是什么豆腐都吃 你怎么还看啊 不看你不行啊 吃不下饭 没食欲 秀色可餐嘛 金先生 你好像对这个饭菜很满意啊 满不满意的 倒无所谓 我这饿了一天了 鸡肠碌碌的 先填饱肚子再说 吃完饭之后 你们就早点休息吧 这里不比山城 没有夜生活 你不是对延安挺感兴趣的吗 要不然 咱俩去体验一下生活 是我这手痒了 还是你这脸痒了 没事 对了 关于你们采访的事情 上级已经交代了 除了军事禁区 风土民情随便采 还有金先生 请把你的手表时间 调到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早饭是八点 如果你们起不来 老李同志可以敲门 饱了 那我先告辞了 韩小姐 我也吃好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柳哥 叫我金先生 是 金先生 是呀 在训练班 教员东教我们 把香灰撒在门口 可您为什么要撒在门轴上 敌人不是傻子 踩一脚烟灰会发现不了 那些只会把烟灰 撒在门口的教员 叫巫人子弟呀 我记住了 从今往后 创抬个门轴 就是我的烟灰缸 好久没吃过自家饭 再回来了 有时间吃了 我想延安的小米 已经快回年了 那边没有小米吗 谁敢吃啊 就算能买得到 丁少的特务都琢磨 你是不是从延安来的 军统连吃什么都要管呀 军统什么不管 就像日本的小鬼子 抓经济饭差不多 见不得中国人吃大米 可这个鬼子溜 好像很喜欢吃小米饭呀 他那是在装蒜 把我的包拿走 里面装的都是罐头 替我烧给父亲 懂懂懂懂 告诉他 让他看一眼商标 都是他以前吃过的牌子 这回咱可够粉了 弄回来这么多家伙 他们都咋得起 咋头他们的地雷 以后谁都不签设计 这都是正宗的美国货啊 只要咱摆动就行 范连长 要不咱都给他埋了 有出息 咱就正好干 那三个山城来的记者 怪头怪脑 说白了 就是国民党狗特务 咱们 只要把路给了一封 他们再想回 咱也让他尝尝 美国主子的援助 这帮狗热的国民党兵 再敢上来偷鸡摸狗 这些地雷 你把他们尸给炸出来 发弄牌就是这儿 一不大 他就不倒了 这可是咱们连 打鬼子的证明 咱可不能对不起他 再跟国民党打起来 你们要还让他们 能知道自己爹娘姓首 小心我抽你们二瓜子 这队伍就看谁带 人带是人 狗带是狗 明天就去采访吗 共党肯定把一切都布置好了 不搞暗中监视 就算烧高香 去走走吧 反正采访的内容呢 也不能见报 国民政府是没有义务 替共产党歌功颂德的 知道了 六哥 您不觉得此行过于顺利吗 什么意思 我们刚一提出采访要求 共党就麻木蝶地点头答应了 和共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他们的办事效率 彼此心里都有数 每个三插七队的 哪能那么痛快 把我们安排在西北旅社下榻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监控 还有 江欣他 你怀疑江欣 你没看他在卡车上那个劲儿 火生生的 对延安就是就地重游 您的真实身份 还有我们此行来延安的目的 除了我 也就他知道 你的怀疑呢 不无道理 但是现在 这层窗户纸 不能捅破 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却不下手 说明共产党 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呀 你的意思是 鬼子六此行的目的 不单是为了找人解脱 恐怕还要拿走点什么东西 根据江欣提供的线索分析 应该是这样的 你有什么打算 不肯住他的手脚 让其自由发挥 如入自家之地 等到机械人露头 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我完全脱于一个观点 目前我们和国民党 还没有最后决裂 就在今年二月底 双方刚刚签订了整金协议 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待这个 以中央记者身份出现的 郑耀先 我们必须要把握政策制度 注意对外界的影响 明白 目前延安的邮电局和电信局里 还有不少公开的国民党人 为了防止他们 把冰河一处降打一架 找个借口 把他们全都排除成全 江副主任 这个是江西让我 带给您的一些罐头 他特别想您 我也想他 他让我告诉您啊 一定要看看 这些罐头上的商标 这可都是你在上海 以前吃过的牌子 你要不要 如果你是共产党 就目前的情况 该怎么下耳啊 假装放任自流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一旦我们放松警惕 实施街头行动 对方就一击正地 可怎么才能找到 那个接线人呢 还应该知道 我们到了 要不知道了 延安不是有 新华广播電臺嗎 我去請求他們 播一條尋人启事 尋人启事 尋找我江西渝都的老鄉 尋找我 金 金先生 你這是去哪兒了 上廁所去了 水土不服 沒拉下來 你呢 我 這麼晚了 不睡在窯洞裏 跑我們這兒來 該不是走廁門了吧 我也上廁所去了 我剛一蹲下 就那大蟲子就飛起來了 嚇得我就來找你們了 你手裏拿著刀還怕塌 是水果刀 我 我怕遺交壞人 我肯定是 你沒辦法不要去 就他會不去 離開了 不如你 你還是把上廁所 找他 我也有 乎你 你怎麼發生 我 你把上廁所 叫做 你就哄哄 你啊 ええ 你把我指釋了 女人拿到 是把双刃剑 要么杀人 要么被人杀 你刚才说的那大虫子 其实就是个绿豆营子 这大晚上的 它睡得好好的 你跑那儿去 在它头上又拉又尿 它能不生气吗 可是人家也索要 方便一下的吗 那好吧 你去方便 我们俩给你站岗 算是在精神和道义上 支持你 如果那个大虫子 胆敢再欺负你 我们俩揍他 乔姬他要刺杀你 可别小乔这把水果刀 刀刃上一定是抹了剧毒 只要刺破一点皮肤 不 很快 人就会全身溃烂 电台从摄影机里边 取出来了 我藏草堡里了 对了 我在江星窑洞 看见一张照片 就在它枕头边上放着 显然是看完了 还没来得及收过去 什么样的照片啊 是一张全家福 一对夫妻抱着一个小女孩 是在上海王开照相馆照的 是在那儿 那儿 关闸一对夫妻 你不是在家和他 我借着 真的吗 θα我们静定 你不是在家吗 我去了 我能不能找我 这是在家和他 这是在家吗 算你 ес Supaya 向前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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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四乎 向前幾乎 善 campa拆 去床裡 看誰那儿呢 包袋 在哪邊 你要是雙出去轉轉 不知道爐咋走 你就吟 Arin 這個樂城啊 让日本人给砸碳了 这门厕呢 都绊到那新南门 那儿啊 好多颠扑你 你想要个啥 斗佑 还有 有颠局 颠心局 我给你试啊 那有一家回 明明 开的羊肉杂炊它 你吃的时候啊 多抓把香菜磨刺 那边倒没抬你 你炒义后啊 要是不向宅居吃 那倒不是人 我想问你一下 这个 这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哪儿 那在大喇叭里边 大 这儿 这儿 那西连用的软费啊 用那儿翁里去 金先生 西连谁准备好了 你看你这人 他也不是魔掌兽 那西连费嘛 还是你大 开饭呢 杨师的 这 格达汤 还有我家国盔摩 伙食挺好啊 我还以为 在延安只能吃到豆腐呢 一舍典都是从前 从大生产运动以后啊 那边这里所有人 都能吃上北密爱摩 和大密法 这梅里白天啊 还有一堆收呢 一门都是客人 俺或是表准点 吃的都是小糟 这梅军管他做的 明天还能喝上无奈的 上年冬天 他们要过什么 丹丹 生丹季 对对 那天正好下了大雪 那军祸及的肥鸡啊 都闷来一场 开身饿 绑着他们的翠石园啊 坐牢靠戟 一看把那些蓝眼窝吃的呀 是高兴得又挑又挠 又长又笑 哎呀 梅太太你 那看你这个人啊 练膀战的挺短正 那可别是个无缘结交 谁给你擅自行动的权利了 这你一叫我 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这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啊 你让我先吃口东西 饭 马可以先吃草 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不就是手痒痒吗 手痒痒就可以为所欲为 眼里还有没有革命纪律了 我怎么没有革命纪律性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 我本来就不适合干这行 这七拐八拐地玩脑子 你不能把驴当马骑 我这可是好心啊 你不能当上驴肝肺 你说我要耽误了正事 不影响你进步吗 要不你发个话 就送我回部队吧 浅浅打仗过瘾是吗 那是 那冲锋枪一拿 冲锋号也吹 同志们冲啊 那国民党全投降了 多威风啊 马骑五 你说得没错 你不适合干这行 烂泥扶不上墙 过几天会有新的同事 来接替你的工作 现在你去紧密室报到 李正 想坐 坐 跑跑 走 放下 来 来点香 什么情况 这冲锋人转性子了 什么时候轮得太与民同乐 投身到革命大兄 在运动中去了 你说这两个记者 跟着启仗后 那个扛着铁给打的女的 连个草和苗都缩不开 就像恶霸地主家的小姐 弄得窃过族子的小启蒙 一看见她 都哄声打哆嗦 有的都吓得跑回来 另一个呢 那厚子啊 还行 一少玩过来 她除了在地里干活 就是和小启蒙一块撇寒船 还别说 她们越撇越热 就像多年吗 见面的情人 还有 她特别热爱火土 载着一把火土啊 一看就是半天 还度上感情了 还有什么情况吗 别的 她也是两个野蛾一招嘴 喝咋没什么不动 来 你火废 那你爷呀 你还不嫌恶啊 嫌什么呀 吃不甘不净 吃了没病啊 好好好 收成怎么样 现在祖子瘦了 假假都吃什么了 你们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好地胎呀 看兵斗损都不要钱了 这老百姓 害怕国军打过来吗 这针啊 那看似死有罢就要打 大舟大嘛 谁怕谁呀 要死干来 教他回不期嘛 大爷 您能给我们唱一段星天游吗 听说在陕北 世人都会唱星天游 女子 您爱听啊 我老汉就给你唱两句嘛 那你给我们唱一个 咬了肚子 这点鼓劲和音阑 我也想唱一刻 那年一样牌子 April 1,9月 但七百玛 夸夸夸 四个个车流 那八路就得了 有什么情况吗 老李汇报 凌晨的时候 她为拎着个东西 鬼鬼祟祟地 从吴婉君的窑洞里出来 拎了个东西 她进去了多久 没多久 当时小吴去了他们的窑洞 她去他们窑洞干什么 她说自己一个人上厕所害怕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金默然呢 小吴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见她从外面回来 乱叹气 你们检查过吴婉君的随生物品吗 她是自己人 那还用检查 我们被金默然钻空子吧 照你这么说 金默然已经知道 吴婉君的底细 将某一个东西放在她那儿 定用她躲过了我们的眼睛 吴婉君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她不光是暴露了 还擅自做主 想而凭一己之力 暗杀金默然 我马上通知她撤离吧 来不及了 如果她突然消失 金默然会大张旗鼓到处要人 弄不好呀 四处宣扬说什么 我能无故扣咬记者 咱就说 吴婉君是亲爱同名的 这样也不行 金默然就会由此为借口 马上终止所有的行动 我们和国民党还没有最后反联 她算是遵纪守法的记者 我们只能礼让出境 你这样该明白 做金默然的对手 想要占据主动有多难了吧 就算是她出于下风 你是主她是客 照样让你的日子不好过 她出来了 她好像没事干啊 她这个人不声不响 想屁不臭 臭屁不响 她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找个借口 去她窑洞里看看 她敢出来 就不怕你进去看 还是我去吧 但愿她比金默然好对付些 韩小姐 韩先生 怎么没跟她出去 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 把你盼来了 找我有事 你不算什么事 那还是有事呗 给上司办个差 上司 那金先生不就是我的上司吗 金先生啊 他是江西渔都人 那个地方当年可有很多人 跟你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趴雪山过草地的 一路来到了陕北 这里头啊 就有金先生 没出五福的亲戚 至今也不知道生死 金先生啊 想接跪地的 新华广播电台一方宝地 播出一条寻人启事 碰碰运气 这虽说是采访之外 顺带脚地干点自己的事 也不算是假公济私 是吧 很为难吗 那山城的广播电台和报纸 哪天都有寻人启事啊 八年山河破碎 国人颠沛流离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啊 没什么为难的 金先生 已经把寻人启事拟好了 给我吧 我马上派人送过去 新华电台离这儿有十好几里地 闹了半天 你没出门是为了等我 那倒也不是 金先生啊 让我们分头采访 这样不是采访的素材多一点吗 我到了延安 我恨不得自己长三只眼睛 我看老李先生访线哪 我这篇报道 要是上了中央日报 那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炮 延安的男人 如今干上了女人的活计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你们是赶不上我们这边 访线前的比赛了 几百辆访车 在一起比赛访线前的速度和质量 成绩好的会有奖励 我就得过一个日记本 红袖面的 到现在都舍不得用 在边区我们拔路军啊 除了作战的枪 一部纺车 一把绝头 那都是革命的武器 生产的武器 昨晚睡得好吗 吴小姐啊 上厕所遇到了绿队营子 就跑过来扮救兵 那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不是 男人都虚荣 喜欢英雄救美 昨天都太累了 都没来得及看 你们缺什么东西没有 去看看 走 吴小姐 有个什么都不缺 吴小姐 真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大男人都出烟 这窑洞里通风又不好 那烟味还没散去呢 您快 请坐请坐 你看 我们什么都不缺 韩小姐 您要喝水吗 是老李先生教我的 他说陕北人一见面 就问吃了吗 喝了吗 我吃过了 也喝过了 韩小姐 延安的生活条件 太艰苦了 厕所里里有半里地域 而且这儿的窑洞 长得都一个模样 我去解个手 回来就走错门了 你走错到谁的门里去了 我走到吴小姐门里去了 幸亏吴小姐也上厕所 要不然 我这顶淫途的帽子 可算是扣定了 他本来就看我不顺眼 总觉得我在打他主意 钢链还有水吗 我让战士再挑一些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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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水了 我们自己挑 这不 早上老李先生就在批评金先生 说他是不须解极 你 我还有事就不等金先生回来了 帮我给他捎个口信 为了欢迎记者团的到来 我们特意在中央礼堂 安排了一场交易舞会 晚上七点 欢迎你们三位的到来 我一定转答 徐言启示的事 我可以让他们尽快播出的 谢谢啊 您慢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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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魏她怎么没走啊 原来她在等我来而来啊 说明屋里是有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么重要 我没发现可疑之物 而且她还直言不讳 把半夜摸到五婉军房间的事 也说了出来 会不会匆忙之中 你漏掉什么了 漏掉了什么 我漏掉了图炕 这个该死的公术 既然用了灯下黑的手段 声东击西 愣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水缸 甚至把我给骗了 那把你骗过去 那也是成了精英的千年狐狸 怪不得我处处显得被动 我现在在面对两个鬼子溜 对了 你呀 去套防皮弯 看电台把这种给剥出来 这是什么 寻人启事 寻谁啊 那条大鱼 大鱼 对了 实际的经过就是这样 是 是我看走眼了 你的本事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甚至有些手段 都在我之下 六哥识人不明啊 愣把一个能谋善断的人才 当成了小卒子在用 不 惭愧 六哥 惭愧啊 您这么说真是折杀我的 不要谦虚 我的话是法子肺腑 只要你是人才 六哥 就敢大胆启用 我不管什么资历背景 靠山是谁 他娘的在这个年代 往往有靠山的人 都是在靠山赤山 我老六有福啊 无意当中 得到了一元大将 谢六哥赏试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就像简直和孝安那样 随意些才不胜分 六哥 你是说我可以像简直哥哥 孝安哥哥那样 为什么不能 难道不想做我的属下 不 对这一天梦寐以求 孝安哥哥能做的 我公术也责无旁贷 薄勒是千里马 既然六哥能不拘一格 公术必不辜负后望 齐来 好兄弟 我知道这一天 你等了很久 但是现在不是激动的时候 韩冰此刻 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疏漏 他意识到你把某个东西 放到了康洞里 电台留着 始终都是个定时炸弹哪 老板迫切需要联络人的消息 一旦我们和联络人联系上 就得用电台向老板汇报 那怎么办 交给你个差事 遣回刘家林 找裴华南团长 让当地的驻军 给共产党制造些磨擦 顺便打听一下老板的下落 不明白我的用意 咱们可以用电台联络裴团长吧 你其实是在心里犯嘀咕 认为是我把你支开了 我是在想 要是我离开了 谁来保护刘哥 你要保护我 不一定要短兵相接 手起刀落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才是匠心之妙 我这么做的用意 是要让共军的注意力 分散在你我二人的身上 让他们不知道 我们哪一个是在明修战道 哪一个是在暗渡陈仓 让对手舒服的买卖 我们不能做 我明白了 只有把水搅浑了 街头人才能浮出水面 路上要小心 到了以后 给我报个平安 是 可周围这么多伤眼睛 我怎么才能离开隐安呢 我自有办法 快走 这边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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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 助来 入去 照顾 거기 救援 快 движ 漏어를 大丈夫吗 大丈夫吗 Hob degree 在这 ausser 有些点 别急 先讲 先讲 这人事吧 你们谁来顶天 我来 好 来 好 走走走走 站上 新华广播剪台 下面插播一条寻人启示 金某江西渔都人 寻失散十余载的同族堂弟金浩然 浩然民国二十四年离家 驶在锐金头绒 浩随军北上辗转来道 你好 你好 您好 这个钢笔比毛笔好用吧 美国货 派克钢笔 派克人 这么好吗 各能听到资讯 连络北 回入所吗 好 我问八路军有革命纪律 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军某江西渔都人 寻失散十余载的同族堂弟 听浩然 浩然民国二十四年离家 驶在 继续比赛 后随军北上 辗转来道山北 派克人 五万军来了 你们先去吧 来 快 快 快 小心 快 快 快 你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我劝你迅速撤离 还有 你为什么要擅自做主 刺杀镇小仙 你应该知道 我党从事隐蔽战线斗争 有明确的规定 不允许搞暗杀 哪怕能让这个畜生早死一秒钟 我都坚决不会放弃的 我不相信自己运气那么差 我能释手一次 难道能释手十次 我为什么不能自下征药仙 在山城 我寻找我除掉他的机会 比摘个月亮还难 如果和你朝夕相处的战友 和你在魔窟里一起行走 躲在刀尖上的同志 参思在鬼子流手里 你会怎么做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是鱼狼共 干咱们这行呢 有谁不危险 死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很可怕 老百姓如此 共产党也不例外 老百姓 老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